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多朋友在形容自己遇到好事 特别是别人遇到好事的时候 会形容一步登天 被形容的朋友呢 心里也挺高兴 我个人的看法 咱们就用这个国内的说法 辩证的看 一步登天 那在我的简经里 是一步上去一只脚 另外一只脚还在下他 爬过山的人 上过楼梯 说我三个楼梯一块上 一下迈过三个楼梯 我相信生活中都有过这个体会 当你上去一步登了天的时候 最难的是下头这步 上面那步登天一点都不难 只要你腿够长 个儿够高 但下头这一步 要想上去 可要力度了 对吧 要什么力度 登天的那一只脚 你一定够坚实的力量 完全凭借你的实力 把你下头后面这条腿带上去 为什么后面这条腿上不去了 这个步是登了天了 而你这个人的重心可都在后面这条腿上 你个整个的人的所有的部分都在这条腿上 所以你一步登天 人没上去脚上去 那用葛优的话说 步子卖大了 就把什么给扯了 把党中央扯了 是 是那么道理 为什么扯了 后头这脚过不去 而作为旁观者 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他登天的那一步 为什么看见那一步了 妒忌 因为自己没上去 我为什么这么说 是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 那作为一种高级动物的被灌输 人会以得到多少 获取多少 来评价人成功与否 他不能看到这现实环境当中阴阳相对的一切 你的得到就是失去 你的失去同样是得到 人就生活在这个层面中 我常说的 守心守背 有阴有阳 有理有外 对不对 有脸就有后脑勺 它一定是对应的 脸是脑袋 后脑勺不是脑袋 这不对 但人习惯看脸不看后脑勺 没错吧 但有的时候后脑勺也能骗人 对不对 就说死了两条命的人 什么人呢 从后头一看爱死人 走过去了 牛脸一看吓死人 两条命死两回 有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不多 对不对 那更多的人们只注重脸的装饰 而忽视后面那一部分 这就是人的妒忌 人的贪婪 人自我的片面 关键的里面就是人的自我 一切以我为中心 在看待这事情本身的时候 从根上你就错了 但你看的对不对 但为什么对 你只看到了你喜欢看的那一面 这是对的 但是你把事情扭曲了 是因为你喜欢和不喜欢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抛弃人的情感和利益 再看周边的一切 你就看见他真实的面孔 这是一个男人 一个明白的人应该做的 当然这些是我个人 从修炼当中能够体会到的 我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能体会到这些 你能意识到这些 意识到生命的层面的时候 你看来问题就非常清晰了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战友 自己是否伤害被伤害 一切从我出发 这个人就一定看不清周围的世界 一定被他的所作所为给伤害自己 以我出发是绝对的 而这事情的一切是相生相克的理 一个以我出发的人 以我的观点 以自私为角度绝对化 去处理事情 看待事情的时候 第二天 第三天 面对你绝对自我的 自私的做法 立刻遭到报应 这就是天理 这是我跟大家分析节目当中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基础 我自己认为是根本的基础 我个人有限的认识 所以我才说江泽民死定了 曾庆红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为什么 他就是绝乎式的 歇斯拉是独一份似的 极端的自我的生命的表现 有篇报道提到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的故事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江泽民不是习近平的对手 曾经核实 三个月 三月份之前 或者说五月份之前 四月份 那这么说法的话 没见过 现在大家很多人这么说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五一三表示 不过将打虎的规模缩小一下 那些老虎 他要捉你就捉你 你都没办法 没有什么回头见 这都是假命题 江泽民现在下台了 你说有力量 你有什么力量 你在海外可以抄抄一下 放放风 造造势 你现在没有兵 没有井 没有兵 没有井 我们跟大家讲过 当周永康完蛋的时候 江泽民就被大卸拔块了 没用的 那放风 放风干嘛是 放风 为什么要放风 对吧 外面给自己 透过中共的中宣系统 去营造氛围 去报虚假消息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没兵 没警力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有什么用 他利用党的规矩 他利用党的原则 他利用自己掌控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系统 来进行反抗 只要党存在一天 习近平王岐山就要受党的制约 这就是今天 习近平王岐山当初 从三中全会之后 为什么建立起国家系统的根本原因 那这里说 这位姓武的先生讲 你动不了习近平 两个力量不是平衡的 不是对手 但是我刚才讲了 那习近平忌讳的是中共党的体系 党的规章制度 所以你看到他似乎表现出来是强化党的领导 但在实际操守当中 他在真正建立着国家系统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 这是顺天意而为之逃命 逃命啊 很多朋友不理解那意思 逃命啊 那是 《前哨》杂志的老板刘达文 这么说的 上一阵的江系放风 说打不下去了 可能从党内处理 但是这种事情 按照习近平王岐山的性格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也没办法善罢甘休 从上来那一天起 从2012年一出事之后 真相一披露之后 一切只能按照保命的方向去走 这是2012年我就跟大家讲 保命你别的都是扯瞎扯 没了命一切全完 什么政治这哪哪扯 都是 当保命为先的时候 遇到了实在的人 那我们看到有个媒体报道 乔石遗言 就是临去世前提到 他对习近平支持 他说习近平很稳当 很实在 对吧 有孝心 其实乔石提到这点 我跟大家也讲说 提到过 那这两个人做事情 就是说话的时候不干事 干事的时候不说话 什么事他也不管 他到什么时候 他就干什么事 卡卡卡 你还说什么说什么 我就干了 那这东西 这就不是善罢甘休的问题 这是性格的问题 对吧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当江泽民曾庆红摆出老姿态 我们很支持习近平反腐 这是他死的原因 他不说这话 没准习近平心里还下不了那么大的狠手 今天他说了这话 就得往死了打他 这是性格所致 因为说这话的人 就是对今天主政习近平的侮辱 他做主了 就给他做主了 你出来知什么词啊 蠢吗 我跟你说 奸呐 傻奸傻奸 我跟大家解释北京人骂 说这人傻奸傻奸 他不是傻 是因为他奸 所以傻奸傻奸 还有一个词叫贼奸 贼奸的 那是骂那些奸人 贼奸 贼奸奸 是个恶人 贼 这都是 就像 尖子上到脚底下大 对不对 这是指中国人的尖子 这尖意味着什么 后面是开口的 前头是一尖 尖的人就是绝对化 死无葬身之地 那底下大的开口 那空间多大呀 上到一尖 那这一尖的尖 不死在里头了 憋死你小子 那文章里提到 曾经不可一世的维稳沙皇 周永康 背叛无弃 没收个人财产 成为阶下丘 他说 有中国第四 权力支撑的周永康帝国 囊括了整个国家的公共安全系统 最重要的是 周永康掌控了国家庞大的内政的武警部队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政法沙皇 而庆亲王的出版封面上还写了你懂得 这就暗示了习近平围剿曾经宏的行动全面展开 我早跟大家讲过 当周永康被干掉的时候 真正的实力的东西没了 周永康的实力不重要的话 就没有在他们主政最后那两年维稳费超过军费的必要 维稳费超过军费一定给可信的人 一定给可信的人 对不 一定给利益之人 这是前后硬提的 刘达文前哨杂志的老板 讲说上阵子不是说开庭后来又延迟 然后又推延反击很厉害吗 他说那当然 他说能够判他行已经很了不起了 说打不下去了这都是瞎扯的事 习近平王岐山的性格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能够判他行就已经是明白的事情 6月12号清新王出版上头写着你懂的 610香港白批书 610是江泽民成立的办公室迫害法轮功 610是刘云山在去年展开了对习近平的整体攻势的第一版 而到了今年一周年之后 6月11号干死了周永康 6月12号拿出了清新王说 你懂的 那个懂的都完了还要什么你懂的了 所以今天的曾庆红是昨天曾经的周永康那样 那至于说今天的江泽民有没有实力 下至了 你竖起耳朵听青蛙叫 听癞蛤蟆叫 你竖竖耳朵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吧 2015年1月份 在长江的宜宾出土了两个石头 各十尊种 一个螃蟹一个蛤蟆 而宜宾 从宜宾往下 长江才叫长江 才被称为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龙脉 正是长江 在1998年 江泽民上台 打下这个陈希同的时候 长江发大水 这我都说了很多 不知道多少次了 对不对 江泽民 他就是祸害 他是天下的祸害 江泽民 你家算命 你用不用你家名字册字啊 江泽民应对的是蛤蟆 看到的是大水 水为阴 蛤蟆是阴的 那在台湾日月潭 在南投这个地方 水落石出 出了个九个蛤蟆 还谈什么中国台湾什么 用哪个政治制度合并 我跟你讲 蛤蟆死了 江泽民完蛋了 江泽民完蛋了 共产党完蛋了 可能自然就合并了 还讨论嘞 建制派在香港 干了二十个月 在围绕着八三一正改通过的问题 十秒钟 让他们自己干死自己了吧 这真的叫天有眼 好 所以在今年三月份 南投台湾日月潭 出现的九只蛤蟆出来 那是当时是测水镖用的 什么时候放进去 一九九九九年 六一零办公室成立的那一年 在台湾放进了这九个蛤蟆 蛤蟆进水了 它是活的 蛤蟆出水了 它是死的 大陆出了蛤蟆出了水 螃蟹出了水 台湾这个蛤蟆出了水 这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共产党崩溃的标志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说我是迷信 你说什么都成 我就曾经说过一个最 最别扭的话 最气人的话 眼皮啊 眼睫毛 长在你眼睛边上 上面有眼睛毛 下面有眼睛毛 你看不着它 你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根 鼻子在你脸的正中间 你不知道它有多重 抬杠吧 但这是事实啊 刚吃完饭 会不会打嗝 你控制不了 你不知道你眼睛 你看不见你眼睛毛 不知道你眼睛毛有多少根 不知道鼻子有多重 不知道下一个打嗝 打成什么嗝 哥们你说了算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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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